在这个看颜值的时代,每个人都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外在形象,一口干净亮丽的牙齿是每个人都所羡慕和拥有的,笑起来特别的显魅力,它可以帮助你在别人的第一印象大大提高。 可是生活总是不如人意的,有的人天天刷牙还是牙黄,但是不是只有刷牙可以美白牙齿,在平常的饮食中,饮食可以美白牙齿的。 一,多吃芹菜,人们都知道芹菜含粗纤维多,而当你咬嚼芹菜的时候,这些粗纤维就相当于在帮你牙齿大扫除,它可以帮你扫掉牙齿上的一些零食渣渣,自然而然就可以美白牙齿了。 当你嘴馋的时候,不要老想着吃甜点,辣条什么的零食,你可以试着切点芹菜和黄瓜,还有胡萝卜,来代替你的零食解馋,顺便还可以提高你一天的蔬菜量。 二,多喝绿茶,绿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茶,对身体非常好。 好多研究都说绿茶的等抗氧化功能相当强,并且能够预防多种癌症,经常喝的人也还可以避免了心血管疾病的可能。 现在而言,我们的牙齿也可以因为多喝绿茶,变得原来越健康。 绿茶中的符合我们牙齿中的零灰石相结合,同时可以产生抗酸防蛀芽的功能,和除去口中难闻的气味。 不过注意,孕妇要少喝,绿茶中含有咖啡。 三,多吃薄荷类食物,薄荷中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,而且薄荷叶里还有单贴锡类化合物,它可通过血液流通到肺部,然后在呼吸新鲜空气时,感觉气味清新嘛,可以对牙齿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。 薄荷叶还能缓解牙齦发炎,肿脏的不适感。 如果使用这一类别的药草漱口水,可以防止牙齿细菌的产生,和去掉口中的异味,还能美白牙齿。 四,多吃洋葱,许多人表示不知道为什么要吃洋葱,其实洋葱里含有很强的抗菌成分流化合物,它可以杀死牙齿里的很多细菌,每天吃点洋葱, 不仅可以预防猪牙还可以有助于降低胆固醇,预防心脏病可提高自身的免疫力。 五,多喝水,水肯定不能饿喝的,喝水是最简单的,但是它的保护作用是很强大的。 多喝水可以使我们的牙齦随时保持湿润,特别是在吃完东西后喝点水,它可以带走牙齿里留下的食物渣渣,要细菌得不到食物来损坏牙齿。 减少蛀芽的产生,如果你平时上班经常靠农茶提升型脑,包里随时有巧克力,在任何吸烟区都能看到你的身影,又是因为上班太累。 直接回家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才刷牙,日积月累的污垢导致牙黄都是正常的,日后还会有更严重的后果。 如果你继续放纵自己这样下去,你的牙齿不仅会越来越黄,牙齦也会萎缩。 哦,牙齿的注意了不要再吃以下这些东西了,如香醋,番茄酱,酱果,酱油,红茶,冰淇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。